美军除了在关岛展开了夺岛演习 也前进菲律宾海进行双航母的联合演习 担心台湾会成为大陆下一个目标 近联邦参议员提出台湾防卫法草案之后 也有众议员在7月1号提出同一版本的草案 确保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 阻止大陆武力犯态 350名美军散兵全副武装 抵达7600公里外的关岛安德森基地 上空进行空降夺岛演练 是近期关岛最大型空降行动 同一时间美军也在菲律宾海出动 尼米兹号雷根号航母 进行双航母战斗群联合演习 美国动作频频秀肌肉 为的是向大陆展现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 6月中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 台湾防卫法草案后 众议员盖拉格也在7月1号 正式向众议院提出台湾防卫法草案 盖拉格表示6月30号看到中国共产党终结 一国两制必须确保台湾不会沦落相同命运 法案有助于确保美军 拥有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所需的能力和资源 其实众认版台湾防卫法与参院版同一版本 法案目的是维持美军阻止大陆武力犯台 为了宣示捍卫国家安全决心 国军汉光36号演习 7月13号正式登场 提前在2号进行预演 实施联合反登陆 士兵实弹操演 但大陆解放军当然不会做事不管 大陆解放军在西沙群岛同时进行大规模演习 罕见于美军在南海同场对阵 牵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导